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得有滋有味 温水煮故事 小萍奶奶的独家料理 值此一家 别无分号哦 温小萍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 我是喜欢读故事 说故事 写故事的温小萍 小萍奶奶今天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 跟大海的一种动物有关哦 那就是白海豹 我们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 虽然很向往海洋 也会到海上从事各种活动或探险 却没有办法长时间待在海里 所以难免会对海里的各种生物产生好奇 他们是不是也像人类一样具有各种不同性格 跟族群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是否也会遭到排挤或者是欺负呢 一个弱势的动物又要怎么样求生存呢 说起白海豹啊 它是海豹群里比较少见到的颜色 一般的海豹呢 是灰色或者是棕色 白色比较稀少 只有北极的某些海豹出生的时候就是白色的 一般来说 大家比较分不清楚的 海豹 海狮 海狗 海象 到底它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先说海狮吧 某些熊海狮 它的颈部有毛 很像狮子 所以呢 称为海狮 海狮身上 还会覆盖着粗粗的毛 它有耳朵 有后脚 可以在陆地上行走 至于海狗呢 跟海狮有点像 但是毛比较长 脸部呢 比较短 喜欢吃鱼类 乌贼 偶尔呢 也会吃企鹅哦 海象呢 有一对 如同象牙一般的长牙齿 所以很好辨认 它的体型也相当的大 可以重达一千公斤以上呢 吓死人了 对不对 压在我们身上都会把我们给压扁了 在白海豹这个故事里面 也会提到的海牛呢 它的体型圆润 它的尾鳍是圆扁状的 当然身躯也是一样的庞大 至于海豹 最明显的 它是没有耳朵 它的后肢退化了 所以当它在海上游动自在 可是呢 到了陆地上 只能够用前肢 慢慢的爬行了 说起白海豹的作者呢 它是英国的小说家 罗德亚德·吉普林 他也是很著名的童话作家 马克图温曾经赞美他说 吉普林的书啊 从来不会变得苍白 永远保持着缤纷的色彩 永远都是新鲜的 就在1907年 吉普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也就是以他的动物故事集 丛林之书 以及小说吉姆 获得奖项 成为英国第一位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评审这么形容 他的作品 观察入围 想象独特 叙述能力卓越 可见得啊 他的童话故事的水准之高咯 下面呢 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 白海豹 肚子饿了 脑袋空了 时间多了 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 填补你空虚的心甘胃 来来来 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咯 今天说的是白海豹 也就是一只白海豹 在海中冒险拯救同伴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呢 就是白海豹科迪克 还有他的爸爸跟妈妈 还有呢 就是一对海豹猎人 也就是克利克 跟他的部下 派特拉蒙 还有呢 海里的好邻居 海狮跟海牛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看 这只白海豹科迪克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遭遇呢 他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拯救他的同胞们呢 话说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白岭海中 很遥远很遥远的圣保罗岛上 白海豹科迪克就出生在那里 他出生的时候 妈妈就发现到 哎 他的样子怎么跟其他的海豹不太一样呢 嗯 很可能会长成一只白海豹 海豹爸爸哼了一声说 你不要胡说八道 世界上哪里有白海豹呢 妈妈说 现在开始就会有了 小海豹生下来是不会游泳的 而科迪克第一次下水 一个浪头就把它卷到了深水里头 要不是下一个浪头又把它送回来 搞不好它就淹死了 科迪克用了两个星期 学会了用骑滑水 现在他已经可以一头钻进大海底下 或者骑在浪尖上跳舞了 到了十月底 海豹们开始离开圣保罗岛 横渡太平洋 要迁移到深海里去 妈妈就教 小海豹科迪克 怎么样跟踪雪鱼和比目鱼 怎么样从水草丛里面 然后把黑波拉出来 又教他怎么样穿过海底的沉船 从一边的弦窗游进去 然后从另外一边的弦窗游出来 更是教他在闪电到来的时候 怎么样在浪尖跳舞 很快的六个月过去了 关于深海捕鱼 科迪克已经无所不知 就在横渡太平洋的路上 小海豹遇到了很多的同伴 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他们就问说 科迪克 你怎么搞得你的皮毛颜色 跟我们不一样呢 这时候的科迪克 几乎已经是全身纯白色了 他隐隐有些骄傲 可是呢嘴上还是回答说 快游吧 我好想快点到陆地上打滚呢 过不久 海豹们全都来到了海滩上 就在那天晚上 科迪克和一岁的海豹们跳起了火焰舞 海豹们在沙滩上滚来滚去 讲述他们在海里所遭遇到的事情 就在这时候 从沙滩后面走出来两个男人 他们是岛上海豹猎手的首领 克利克和派特拉蒙 他们是从一个离小海豹窝 不到半衣里远的一个小山村来的 正计划把那些海豹赶到屠宰场去 然后把海豹们变成海豹皮夹克 这时候 派特拉蒙突然惊叫了一声 你看 有一只白海豹 可是克利克的脸却刷得下变得惨白 接着他开始念念有词地说 不要去看他 不要去看他 派特拉蒙 我还从来没有看过白色的海豹 也许他就是那些两个失踪的人的鬼魂啊 去年 他们在大风暴里面就失踪了 快快快 我们赶快去把那群海豹赶走吧 克利克立刻向前逼近 赶着海豹们往屠宰场走去 他们到底要去哪里呢 白海豹 克利克觉得非常的纳闷 不管了 我要跟着他们走 这时候 派特拉蒙回头一看 吓得叫了起来 不对啊 那只白海豹又跟在我们的后面了 克利克立刻说 噓 不要看后面 那个鬼魂就会缠住我们的 这时候 白海豹 克迪克 一步一驱的跟在后面 边喘着气 因为他们在陆地上行走 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心里又充满了疑惑 然后呢 他就看到前面走过来十几个人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 三四英尺长 包着铁皮的棍子 克利克说 快快动手 那些人的棍子就飞快地落在海豹门的头顶上 克迪克亲眼见到这残酷血腥的一幕 他简直吓坏了 差不多过了十分钟以后 克迪克再也认不出来他的同伴们了 他们的皮被撕了下来 扔在地上堆成了一堆 这样恐怖的场景 让克迪克再也受不了了 他立刻转身飞奔 拼命地爬 拼命地爬 跳进了冰凉的海水里 不停地摇摇晃晃 唉声叹气 有一只海狮有过来 粗暴地问 喂 这怎么回事啊 克迪克就说 这太可怕了 这太可怕了 他们把所有的海豹都杀死了 还是就说 那的确是很可怕的 但是啊 你们海豹啊 年复一年的来到这里 那些人呢 早就等在这里了 除非啊 你能找到一个 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岛屿 要不然啊 你们终究是要被人赶到屠宰场去的 克迪克就问 有这样的岛屿吗 还是回答他说 你去问海牛吧 他一定能够告诉你的 克迪克又问 要是我遇见了他 我怎么知道他是海牛呢 有一只北极欧就在旁边尖叫着说 他是大海里 唯一比海石更丑的东西呀 克迪克怀着一颗沉重的心 独自出发了 他要去找海牛 他还要去找一个安静的岛屿 没有人能够到达那里 克迪克探索了许多地方 从北太平洋到南太平洋 一天游了300英里 他经历的危险 数不胜数 好几次差点被鲨鱼吃掉 他去过了乔治亚群岛 南奥克尼群岛 爱木拉德岛 小南丁格尔岛和克罗塞特群岛 他甚至还到过好望角南边的一个斑点大的小岛 但是每到一处 海里的居民都告诉他同样的事情 从前曾经有海豹来到这些岛上 但是人们已经把他们全都杀光了 这些话让克迪克的心都要碎了 不过他还是对自己说 我是唯一一只白海豹 而且我是唯一一只想要寻找新岛屿的海豹 所以我绝对不能放弃 这一次他决定往西游 游了很远 他感到累了 就把身子卷了起来 躺在浪窝里沉沉睡去 睡醒了以后 他在水底翻了一个身 慢慢睁开眼睛 伸了个懒腰 接着他高兴的像猫一样跳了起来 因为他看见有一些巨大的家伙 在浅水处游来游去 他们的身躯有二十到三十英尺长 上唇裂成两半 吃东西的时候呢 还能够拉开一英尺宽的嘴巴 他们没有后期 却长了一条像铲子一样的尾巴 天哪 克迪克想 这是我遇到的唯一比海豹更丑的家伙啊 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海牛 克迪克用自己在旅途中学到的各种语言 询问海牛各种样的问题 可是呢 无论他用哪种语言 海牛们都不回答他 因为啊 他们根本不会说话 于是 克迪克只好一直跟着他们 他想啊 海牛们一定知道 哪里有无人去过的小岛 对克迪克来说 这可真是一件疲惫不堪的工作啊 海牛群一天的行程 不超过四五十英里 晚上呢 还要停下来吃草 他们每隔几小时呢 还要举行一次不说话的鞠躬会议 克迪克急得差点 咬掉了自己的胡须 有一天晚上啊 海牛群沉到了闪闪发光的水底下 他们就像石头一样沉了下去 他们朝岸边的一座悬崖游去 钻进悬崖底下的一个黑暗的洞口 这是一个120英尺深的水底隧道啊 哇我的天啊 当克迪克终于从隧道的另外一头浮出水面的时候 不由得大口大口的喘着气说 哦 这次在水底下游得实在太久了 不过啊 看起来倒是很值得呢 克迪克看到海牛门已经分散开了 沿着海滩懒洋洋的吃着草 这里也是克迪克见过的最好最美的海滩 最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人到过这里 然后呢 克迪克潜到水里 钻出隧道 飞快的向南边游去 除了海牛和他 不管是谁 都不可能想到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克迪克回头望着悬崖的时候 连他都难以相信 自己曾经到过悬崖的下面 他用了足足六天的时间 才赶回家 可是所有的海报 听了他的话都嘲笑他 有一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海报说 哎 克迪克 你不能就这样从一个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来 然后呢 命令我们出发 当我们为自己的海报窝 不停的拼战搏斗的时候 你呢 你在什么地方 你就是喜欢啊 在大海里四处游荡 到处玩耍 克迪克 克迪克分辨说 我只是想要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那个打架 那个打架搏斗 有什么用呢 那只年轻的海报就说 哦 胆小鬼 如果你想要退缩的话 我就没有什么话 我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了 还轻蔑了笑了好几成 克迪克就问 那如果我打赢了你 你会不会跟我走呢 他的眼睛里闪着绿光 因为他不得不搏斗 他非常的恼火 克迪克是一只多么爱好和平的海报啊 而且他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找到一个无人的岛屿 希望大家都能够到那里去定居 可是呢 那只年轻的海报 听到了克迪克这么说 一点也不在乎 哦 真的吗 如果你赢了 那我就跟你走 他心里想 克迪克怎么可能打得赢他呢 这时候啊 话已经出口了 这个年轻的海报 可是没有时间 可以改变主意意 再反悔了 克迪克猛地冲了过来 用他的牙齿 一下子又咬住了年轻海报的脖子 把对方制服在地 然后呢 克迪克向着其他 目瞪口袋的海报们吼着说 在过去的五年里 我历经千辛万苦 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岛屿 但是 但是你们竟然不相信我 现在 我要把你们愚蠢的脑袋揪下来 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说着 克迪克就冲进海报窝 扑向那个个头最大的一只海报 咬住他的喉咙 拼命的摔打 一直打到对方求饶为止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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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死了 别再打了 我投降 我投降 然后呢 克迪克立刻又扑向下一只海报 克迪克从来没有像其他海报那样 每一年进食四个月 也就是说 一般的海报 一年当中有四个月不吃东西的 可是因为 克迪克 长期都在深海里游来游去 到处寻找岛屿 所以他的身体的状态 比一般的海报要好得多 当他一发怒 全驱的白色棕毛就竖了起来 眼睛里射出火焰 大大的拳崖 闪闪发光 看起来呢 就微风凌凌 克迪克为了让这些海报群 都能够顺服他 认同他的想法 所以呢 他一只一只的对抗 一只一只的拼斗 这场战斗 一直进行到了晚上 克迪克才爬上一块 光秃秃的石头 看着下面 七零八落的海报窝 还看着那些被咬得 伤痕累累的海报们 他怒吼道 我已经教训了你们一顿 你们这些海里的蠢蛋 谁要和我一起去海牛的隧道 回答我 要不然我就再教训你们一顿 难道你们真的愿意被那些人类抓去屠宰场吗 就在一阵态态思雨过后 就有一只两只许许多大的海报 接二连三的说 我们去 我们去 他们多么的疲惫 多么的难受 也多么的痛苦 可是他们知道 也许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他们一口同声的说 我们愿意跟随科迪克 跟随这只白海豹啊 这时候 科迪克已经不再是一只白海豹了 他从头到尾 他都被血染红了 尽管如此 他也不在乎 自己的伤口到底有多少 他心里想 他的心愿 终于要达成了 他终于 可以保住了 他这群海豹同胞们的性命了 就在一个星期过后 受伤的海豹群们 伤口也一一痊愈了 于是 科迪克就带着 将近一万只的海豹 游往海牛的隧道去了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 越来越多的海豹 来到了这个安宁隐蔽的海滩 而科迪克呢 他整个夏天都坐在那里 一年比一年更高大 更强壮 年轻的海豹们 围着他玩游戏 而那里的海滩 至今还没有人去过 白海豹的故事讲完了 听了这个故事以后 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温水煮故事咯 来来来 加点盐 加点糖 还有酱油胡椒 小萍奶奶为你 泡条中外故事 古今童话 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白海豹的故事 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吧 不妨想一想啊 如果所有人都反对你 你还会坚持到底吗 的确很难对不对 你会怀疑自己 到底对不对啊 哎呀 干脆顺服大家吧 小萍奶奶记得啊 有一次考试的时候 全班的答案都写的一样 只有我一个人 跟别人不同 考完试以后 我担心的不得了 我还想啊 那我一定是错了吧 大家都对了 心情变得非常的沮丧 可是没有想到 当后来老师发下考卷以后 我才发现全班都错了 只有我一个人是对的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这件事情是对的 是不是就应该坚持到底呢 我们不妨来想一想 科迪克这只白色的小海豹 因为一场血腥的杀戮 改变了它 要知道啊 因为海豹群 他们都是不断重复着 固定的路线 到他们常常去到的海滩 被人们发现了他们的足迹 于是遭到人类的诱拐追杀 纷纷死于屠宰场 可是呢 他们还是依然的 照着同样的路线 往前走着 因为 全部的海豹都死了 没有人会回来告诉他们缘由啊 要不是这个当中 有一只独特的白海豹 因为猎人们看到他 觉得是非常的不吉利 也就没有杀了他 而他的颜色特别 也帮助了他逃过一劫 可是呢 白海豹 科迪克 并没有为此窃喜 而是他想到 他要怎么样可以帮助其他的海豹 寻找到另外一个安全的栖息地 避免他们不断的被追杀 于是呢 他在海上不断的游来游去 他遇到了很多的危险跟困难 也遇到了海狮跟海牛的指引 虽然海牛沉默不语 可是呢 他就坚持的跟着海牛游下去 果然 他跟着海牛找到了一个 安全的僻静海域 以及海滩 后来呢 他又冒着很大的危险 很长的一段路程 又游回去海豹们聚集的地方 想要告诉他们 有一个安全的岛屿 是可以适合他们 栖息在那儿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当所有人都不认同你 不赞成你的时候 你到底该怎么办 科迪克也是一样 他费尽千辛万苦 回到了海豹的栖息地 可是呢 那些海豹们都不赞成他 甚至于还嘲笑他说 哎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是对的 我万一跟着你走 结果更糟糕怎么办呢 因为谁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他们怎么知道 科迪克说的是对的 还是错的 所以没有一只海豹认同他 你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多么的糟糕啊 可是呢 科迪克却在这个当中 接受了挑战 他问他们说 我如果打败了你们 你们是不是就听我的 跟着我走呢 这是最直接的方式 虽然是有点血腥 有点暴力 可是对海豹们来讲 可能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平常来决定 哪一个窝是属于自己的 哪一条鱼是自己可以吃的 所以他们习惯 用这样直接的方式 来挑战对方 白海豹 科迪克 他也采用了这样的一个 最直接的方式 幸好呢 因为他常年在海上活动 锻炼一个强健的体魄 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愿意去挑战别人 可是我们如果我们自己 没有本事没有本领 然后呢 又像若鸡一样的 手无伏击之力 我们怎么可能去挑战 那些困难呢 最后呢 科迪克就用他的方式 让这些海豹群们 甘心情愿的 跟着他 一只又一只的 游到了那个安全的海滩 他们再也不必尝到 被屠宰的命运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 那样一个岛屿 永远属于海牛 海豹它们栖息的所在 再也不要被人类发现了 而当人类去追踪 这些动物们的足迹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残忍 等于带给这些动物们 多大的伤害呢 第三点呢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做任何事情啊 不要固守同一种方法 同一条路线 不但会被模仿抄袭 甚至于会带来危险 而且更糟糕的是啊 会引来坏人的跟踪拐骗 小平奶奶曾经看过这么一则新闻 有个女孩子啊 放学回家 每次坐同样一条路线的公车 在同一个车站下车 下车以后走同样的一条路回家 没想到 就遭到坏人的跟踪 而且惨遭杀害 听起来真是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心痛跟难过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除了知道我们做事情 不要固守同一种方法之外 同时我们要坚持认定 只要是对的事情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啊 白小包的故事说完了 你也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你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冒险行动啊 你可以透过小萍奶奶的 孙子兵法脸书粉丝专页 告诉小萍奶奶 你听完故事的心情 还有呢 你比较喜欢听 哪一方面的童话故事呢 祝福你咯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